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有懷疑,鏡花先生 開始節目之前,先做一些宣傳 我們下個星期錄,即是12月18日 我們無雙Event 就會在旺角舉行 華山論劍 是不是華山論劍 看當時怎樣 大家報了名字,記得當日聯絡武鞋 華山論劍應該親自打給你 總是出席 我擔心你遲到多些 應該是旺題 去到這裏,我們今天講的題目 彈了票很久 什麼題目? 正式我們的輕小說系列 正式開始講不同的輕小說 可能有些聽眾會奇怪 例如說輕小說,我們平時身份舊翻 可能近日很多輕小說動畫改編 我們都會無意中插入很多輕小說有關的資料 那為什麼要讀那一個系列出來講呢? 動畫和輕小說始終是有個差別的 無論你說劇情上的鋪排 其實動畫和輕小說的基準始終都不同 因為小小的基準其實某些心理描寫 你沒有畫面的嘛 你一定要由文字去描述 那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動畫有時候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運用所有裡面的 所謂的內心的獨白或者衝突 去表現出來呢? 所以其實這個都會 其實輕小說 我們會討論的其中一點 所以其實 我想我們就不會著重回 因為可能我們之後有一些作品 都可能會 他們已經有動畫化了 但是我們都會避開動畫化之後的問題 我們不會說的 我們只是集中討論小說裡面的內容 原作的內容 不過這次剛剛好說的作品 也是一個動畫化作品 也都是應該最早期 即是不算那些羅德島電記 那些很舊的 還沒有輕小說這個名詞出現的作品 是啊 就是很久以前 那些 已經是2003年的動畫版 也都是各村第一期入的 輕小說裡面 就是他 這個就是奇樂之旅 是啊 那作者就是 事宜澤惡壹 差點說錯名 事宜澤惡壹 奇樂之旅 其實比起現在 很多輕小說 其實風格 是真的很不同 嗯 它是一個預言式的風格 就好像很多 很多故事裡面 有些 中間可能有些 表達了一些東西 可能是有些 山純是說那些人的感情 或者有些諷刺 很多不同的東西 而且你會看到的 其實文筆方面 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歸咎於老師 他本身就是愛國回流 其實他自己都說過 如果用英文寫的話 肯定會比日文好的 嗯 那你也可能 貼學這個題材 這次用預言式的 你說得太複雜的話 他未必是正確的 可能淺白一點 會適合他的風格 也是 嗯 其實我反而就是 開頭說 為什麼我們會選這套 先說呢 其實 因為我開頭看這套 其實我真的 抱著一個很輕鬆的心態去看 其實真的 不是喔 有些冰箱可以黑到黑到黑 可以 可以挺沉重的 看錄 剛才也說過 他本身是一個單元的故事 其實 文筆比較流行 就是淺白 好像 我一個車站 左右的時間 有時候 可能已經看完一個故事 其實 我不會 好有就是 看一看一看就斷不到 我開頭看輕小說 那時候 應該是 看一節 看一節 我就可以放低 我之後再去搏下一節 現在那種輕小說 我反而覺得 跟奇幻小說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其實我覺得 連續幾集都是 那個故事 不過 其實最特別就是 他有很多 長短面幅不同的故事 大部分都是一些很短 有時候 短字可能是你一個採頁 已經是一個故事 可能看兩三分鐘 已經看完那個故事 那樣 或者有些長一點 才有十分鐘 十五分鐘 其實我們 由他開始 他的故事裡面 某些程式 很多都是一個單元裡面的故事 或者是很小的故事 他真的用很簡短 或者其實有多數是 隱喻式的方法 告訴你 這個主題 但其實 你不會覺得 他用了很多篇幅 去介紹一個主題 就是說 好像說到這個核心主題很重要 其實他就是 輕輕帶一個點提式 告訴你 引發你自己 去怎樣想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是奇樂師裡 其中一個出色的地方 如果初期來說 他是 很多時候 不會把他想說的道理 或感情 點名出來 他真的帶出了問題 是的 例如 最明顯的提示 可能是 國家名 每一個篇章裡 這個可能就是他的主題 但內容方面 裡面怎樣表達出來 其實就要自己領援 很多時候 例如 很深刻有一個故事 就是近期一些 我不太記得哪一集 就是說 有一個國家 只有一個人 在地底裡 裡面 給了一個通訊機器 給他 那個通訊機器 奇樂的時候 就說 其實我沒有殺人 只有你一個 然後就說 不是的 我跟通訊機器 沒有看到BBS 跟人聊天 跟人聊天 沒有問題 那時候 他沒有說任何東西 然後他沒有說 為什麼 那個機器 怎麼運作 為什麼那個人 會這樣留在裡面 怎麼可以留在裡面 不出來 那些東西 他不是很特別 說得很清楚 很深入 但是之間 他留了很多空間 這就是 我覺得 其實有很多故事 我都很喜歡 不過其實 我覺得有個故事 挺有趣的 其實我記得應該是第五期的 英雄國的故事 他用兩個單元的篇幅去說 就是 一班就是上了戰場 但是他們是 在那個舊線 他們是不再回去 他們 新的城鎮裡面 那班人 還有 在城鎮裡面 紀念他們 那班人 那個落差 你會看到 英雄的定義的落差 其實你那一刻 會有個反思 嗯 其實我每一篇都 沒有什麼特別喜歡 沒有什麼特別不喜歡 你說如果真的 比較深刻一點 就可能 反而是 他有一些篇章 會用 你知道後期會出席 一位王子 旅遊 他用 同一個地點 同一件事 但是用兩個不同的時間 其樂網的 和王子網的 是不同的 我覺得 有一個國家 他們畫過 有人畫畫 畫戰車畫 即是你可能 同一幅畫 同一個人畫的 其樂去看的時候 人們會追捧這幅畫 但後來王子走到過去 人們是扔這幅畫的 即是 潮流 即是 有一個時空的對比 你會看到 一件事不可以 又可以多個 看看 如果其樂去到後期 有三個事點 一是其樂和 漢物師 就是這幅電單車事件 以及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和他的徒弟 還有那個王子 還有一隻狗 還有一個手榴彈雷鞋 我記得名字 是 這三個事點 其實 因為其實三個人 性格上有不同 即是 師父的就是 那些 唯一得到利益 就是 什麼都做的 簡單來說 沒有折操的人 是一個 比其樂更加沒有折操 然後王子 因為他是想追求 找一個地方 安身 即是移民 所以那個人 可能平和一些 亦都看到 他的人 是冷靜營 還有對世事 看得透徹一些 那種人 而我覺得 其實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每一期書裡面 其實他都會有一個隱言 好像第一期 The world is not beautiful The devil is 這個名句 第一期已經出了 他每一期 其實這個主子 其實是隱身下面 那些故事 其實他都是沿用 這個大主題 之下 有什麼不同 你可以說 生活上 生活上 其實你都會發生某些事 只不過是 背景不同了 人物不同了 其實這些事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發生的 其實會是 兩者有不同的意思 有一個 變成文字又結識的聯繫 例如 其實是一個 第六集 就是他那句話 就是用者雙手偶打 也用雙手去擁抱人 然後英文就是那句 Farewell to arms 其實中間有一個想法 其實中間有一個想法 是否說 你這樣去擁抱人 擁抱人 其實你的握手 其實真的在做什麼 中間是 它不是一個連接 在裡面 反而就不是 好像第一集的時候 翻譯那句話 或者是關於法律上的一種意譯 即是你那隻譯是握手 就看完之後 有什麼事呢 不明白 那你這樣譯法 就可能會有些意思 即是有意思 原文的意思 就是 你不要死根原文 其實你應該說 本身文法上 其實有兩種意思 就是本身是文字上 照字面解釋的意思 還有就是 這句話 加了背景之後 它的意思是代表什麼 因為其實文字上的解釋 其實是好死的 是 另外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其實你說 滿身其樂之旅 其實多著重 因為就是 除了你說 是 感情方面 其實 雖然你說主角其樂 好像是對每件事 他都不會抱一個很深厚 應該說 很投入的感情 因為其實他自己都說過 他每個城市 他只是會逗留三天 輕輕接觸這個城市 其實 我想其實這個意思 其實是 他想用一個最客觀的態度 去看這個城市 其實 或者令到讀者有一個最客觀的態度 你不會深入了 其實因為三天裡面 老實說 你只能夠理解部分 而你用的態度 就是用你自己 一個外來人身份的角度 去看這個國家 你只是了解到這個國家裡面的事情 但是你不會對 因為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所謂的感情喉舌 而令到你的看法 會變得不客觀 其實會有很多的事情 反而就是正正因為這樣 所以就是 其樂之類才會點出很多不同的問題出來 還有我覺得《時宇宙》寫法挺聰明的 其實 他正如 《安雪》所說 其樂他看國家的看法 會比較抽離一些 即是他不會加入很多國家的東西 但當他 《時宇宙》想他加入那件事 就會可能 其樂他的一個原則 就是當那件事有利益 他就會做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 他想用其樂 加入那個國家 那種的時候 他就會做一些事 給他有利益的 然後他就可以 從那個故事寫更加多東西 其實是有變化在中間 我覺得這方面 也有多元化一點 令到這個故事可以 還有你 又是用回王子 又是賀麥斯 你兩個不同行路 不同國家 行動反應 你都見到有不同的 即是你見到 就算了 站下去到一個國家 可能見到人家夫妻吵架 他不會理 見到人家戴貓耳 那個國家 他不會戴的 但王子不同 王子去到人家戴蘋果 他真的把蘋果在頭上 人家國家被殺殺侵 他真的會幫忙 那你見到兩個人 和反應都見到 兩個人旅行的目的 和身體都不同 這個其實我覺得 好像 尤馬爾所說的 其實因為 本身 王子 其實他真的想找一個 安心的地方 所以其實 他去到一個地方 他是需要去尋找這個國家 有什麼地方 可以讓他安心住下來 所以其實 可能發生了某些事件 會不會是解決這件事件之後 這個國家 就能夠成為我安心住下來的地方 但其樂不同 其樂就只知道 你國家的病人工 他不會理會 他會照走 或者因為錢而幫忙 對 這是你一句 我感覺到 其實我看很多所謂的 旅行式的小說 也好 日後 有些輕小說 也有少許旅行式的意味 我反而覺得 其樂這種才是真正的旅行者 後期那些是 可能RP之影響 在這個地方 在村長 會對你說 一些危機的方式 而其樂都有遇過這些事 就是 村長說 你是說服者的高手 說服者的意思 就是在小說中 用槍的高手 這是很諷刺的 文字 他是說 用所有的槍械 是說服者 就是說服者 不是說服者 是槍械 是說服者 用槍理解 這是他的文字 經常很諷刺的東西 寫下去 那 你會看到 他很多時候 為了利益 他才會加入一些事件 其實 你會感覺到 就是一個旅行者 一個旅行者 其實 我就是要不停去不同的國家 而我不會 過於生活 或是 我不會對你這個國家 留有任何的 叫做 是不是情義結 那樣東西 可以叫做 關係 或是軒叛 或是傾叛 可以好像有米爾所說 傾叛 那樣東西 這些我覺得 真正是一個 因為他 其實他是沒有想著 停下來 他想著 他路過而已 分分鐘 他是想著 這一身人 他也是想著 不停地去旅行 其實他已經沒有家 也沒有打船 頂居 其實你說 我自己這樣看 《奇樂之旅》的故事裡面 其實 與其說 他去不同的國家去旅行 你不如說 在他旅行裡面 見到不同的人 因為其實那個國家 就是代表一種人的心態 按照去的意思 就是其實 我們現在 我們生活上 其實我們不停在旅行 因為我們不停遇到不同的人 所以 其實這個 我覺得是有意思的 不單止 它是一個普通話 單純說 我 比喻為 真是說 很正統的旅行故事 一個旅行者 真的會 中途裡見到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 你說 比很多所謂的旅行者 這個故事 其實他們去的地方 實在太少了 對了 其實剛才說到 一個國家 就是代表一件事 你不會在一個國家 有很多人 其實在一個國家裡面 只是舉出一種法例 一個國家裡面 一個人 那種心態 去導出整個故事 這方面 就是這個奇惡的特色 剛才說到 旅行故事裡面 那種語言式的寫法制 會用一種 即是它不會理這個國家 那些人怎麼生活 什麼貨幣制度 什麼語言文化 它不會理 就是由一個國家 某一件事 去反映某些價值觀 某些存世 或者某些見解 其實它也有留意 旅行的細節 其實很多時候 好像在食物危機 其實都發生了 因為它發生食物危機 所以說 食物危機 平時國家他們吃什麼 它不會真的說 而很留意 我覺得很多所謂的旅行故事裡面 都忽略了的一些元素 或者在這本小說裡面 其實有提到 以物易物 其實在國家與國家之間 貨幣是不通的 不要每個人都經常用 RPC的力量 喂 G真的是全世界的貨幣 沒有可能的事 其樂是每個國家 都會拿了一些 當地特色的東西 而去另一個國家反賣 是來越新了 其實是來越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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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它用一個行商的角度 因為它本身是行商 需要它的貨幣 會比較清楚 但這本就模糊了 你會看到 作者在字女民間裡 都會留意這些細緻的東西 就是這些細緻的東西 還有一個旅行者的習慣 好似其樂的 每天都一定要去做 早速練習 以及整理槍械 這些是必須的 不是的話 你真的出街 就像其中一個故事一樣 拿著槍出去就死了 劉森就算是槍 他會選擇 他不會拿大型或長型的 他會拿隨身攜帶 放臉的那隻 不過我發覺他越來越多槍 他背包增加了幾格 最後多了一支長槍 好像牆壁那支 另外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 他們就算每個主要角色 在旅行的角色 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的交接 但是在城鎮裡 可能曾經經過 就像剛才有美說的 走先走後 但是流下來的 你會感覺到 作者不會在故事裡 完全講明法 他有來過 但是你會意識到 他有來過 有一個故事 好像是整個國家 他開始沒有說名字 但是你感覺到那個國家 是誰曾經來過那個國家 我覺得這件事反而是 這種簡潔文字裡 帶出來的信息真的很強 因為上一旅行者來 那個經過 可能做某些事 會影響到下一位旅行者的經驗 也會有 我覺得這個 作者很細心的地方 你自己都讚賞 或者好像 最近第13集的故事 就是講到 有一個政權被人推翻了 然後被人推翻政權 師傅又救了一個皇帝出來 最後那個皇帝就為了贖罪 就去了另一個國家 做一個很好的政治家 師傅就把這件事告訴其樂 然後其樂 再去那個國家 其實就發現到 其實那個國王去了從政的國家 就發現到那個地方 已經是一個很繁華 很繁華的地方 因為那個國王做得很好 就這樣交國安定 然後 於是就會見到 其實是一個 世代變化 一個連繫 然後 又是一種理事 或者其實你可以說 故事裏面 除了 其實主角那些 反而是 主角這些身邊 所謂國家裏面的人民 的成長 你會看到 因為其實主角的性格 其實 感覺 其實三位所謂的 旅行的角度來講 三位都沒有改變過 其實 沒有任何東西 能夠動搖到 他們的意志 可以這樣說 簡單一點 反而改變的 就是其他人 我記得有一個故事 都是說 有一幫人 原本很無禮貌 所有旅行者裏面都說 這個國家 不可以再來 但是之後 就是 因為他們 好像一種叫做 臨死前的覺悟 就想最後 都留回一個 好印象給別人 而就是 奇律 剛好去到這個國家 他就覺得 這個國家不是不好 很好 你會見到 其實裏面的時間軸 雖然 他沒有很點名 時間軸 其實根本上 可以說是沒有 在文字裏面 都不會留意 這件事 沒有連續 時間軸 那件事 其實很多故事 都分散了一個短片 就沒有 除非 去到一些故事 例如 你看到 塔之國之後 你救了 黃之國一看 就知道 是塔之國之後的故事 那些 或者就是 第三集 第十二集 時宜集 都說明 這個是他放了 一個做結備的故事 第三集 就是說一個女生 在一個廠 不知道被你放 我忘記了 找到漢物師 第十二集 就是一個奴隸 然後 差點被人殺 但因為他 煮食的時候 有人錯手 就把 一些有毒的東西 放進去 然後令到全家死了 然後他又在貨車裡 找漢物師 這些你才會 看到應該是一些奇諾 已經沒有了漢物師之後的故事 即會去到一些 但到現在 史達都沒有 史達都沒有 史達都說明之後的故事 是怎樣的 即是他說是放了一個美性 但他就先拋了出來 但還沒說之後怎樣 也不知道 就是這樣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留下下一節 繼續去討論這套作品 我們留下下一節 繼續去討論這套作品 我們留下下一節 繼續去討論這套作品 很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漢物師 我們繼續這個奇諾之旅 好 分析完故事 是不是分析一下 裡面的筆法 文法 那些構思 或者其實我們 第一點 我們討論的就是 其實大家覺得 這種單元式故事的寫法 其實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那每個人都有些缺點 其實在這個故事裏面 以我認知 其實很多人對奇諾之旅 這本消息 有救命的地方 就是 這種單元式的故事手法 其實 反而 他們會變成 不知道故事是想做什麼 當然 他們看得到 故事裏面 是有這些所謂隱緣式的東西 但他們說 令到我追看那個吸引力 即是 就算單元式故事 其實都可能是一個連鎖 連下去 首先是預言式故事 可以拿回伊索語言 或者 90 阿拉伯那些 阿拉伯那些 其實他沒有說什麼連故性問題 純粹是 由幾個故事穿插 你可以跳著來看又看 順著看又可以 他沒有說強制性 你從哪裏都可以看 這個是比較自由到大 平時我們從第一集到最後一集 是作者控制劇情 但這類型的東西 就是由讀者控制劇情 即是你喜歡看哪個都可以 我買第五集回來 我從哪個故事 看上頭的故事都可以 這個方法是自由到大很多 可能平時讀者 可能看慣正常的信罪 有什麼信罪式的小說 我們一定要由作者控制劇情 那作者給什麼看什麼 但這是自定性大 由讀者自己決定 讓我想 如果期內一種故事 簡單來說是兩件事 簡單 沒有包袱 即是你不需要刻意記下 以前有什麼復筆 還有記什麼世界觀 全民 什麼人物 官位 你看永泉永泉 但是 可能就是因為這件事 其實你會見到很多時候 在小說的單人故事裏面 都會重複了某些章節 就是解釋什麼叫說服者 那些東西 其實在蝙蝠裏面其實都很多 因為可能就好像剛才 有米爾或者鏡花所說 他不想去揹著一個包袱 就是以往講過的東西 我要去承擔 反而就是他情願每個故事裏面 他都再重提一次某一些基本設定 讓可能說我真的有這個章節的人看 我都明白到這個故事的某些專屬名詞 究竟是代表什麼 其實專屬名詞不是很多 一個而已 說服者 還有一個什麼電單車 什麼兩輪子在地上走的東西 那些電單車 那些電單車 其實他都是 這個都是每一集裡面第一次出現的那些字 有時候會有些 如果是王子的時候一定會說 因為他開場白就是那隻狗的獨白 我叫他名字 他叫什麼 我自己是一隻狗 雖然我樣子是小咪咪 但不代表經常都很高興 這個 不過這個算 我都不算說什麼設定 其實算一個特色 其樂之旅 你說在文筆上 其實剛才都說的 因為很簡單 所以其實他反而就說 跟我們一般 你好像其實 我想最大差的東西 可能是西美維新的作品 西美維新的作品 不是以劇情的不足去寫一個故事 他是由人物的不足去描寫一個故事 但其樂之旅就是 正正是一個相反來的 他是用這個故事 其樂之旅的性格是什麼 老實說 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沒有人能夠很概括地說出 他的性格是什麼 嗯 好像說到 有什麼說法 其實不是一個人物 而是一個意識形態 即是他是一種 宗教 一種生活態度 可以這樣說 一種態度去看 三個人三個不同的態度 人物的性格反而不是很重要 人物本身那個人是怎樣 其實反而不重要 他不知道他的性格 所以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有什麼事件引發了 反而應該是重點 其實 還有一個很正常效力的觀點 一個人是什麼性格 你很難說的 他在不同的事件 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做法 你只可以單一來看 你去到某個國家 你去到某個國家 你看到一個人 你當時覺得他是個壞人 可能做什麼事 但可能後來你一個人 再過去看同一個人 可能因為他做這件事 你覺得他是個個性 這個人格 也是個不出奇的地方 你很難定斷他人的個性 所以他刻意不是特意看的事情 都符合他的旅行 我想很多時候 我們看一些輕小說 其實很多人都很著重文筆 你要受禮 或者描述 是要做得好 但其實我覺得 可能正統小說 對這方面真的會比較遠 但我覺得作為輕小說 我對輕小說的看法 其實我不會那麼去著重 這些事 反而我會很著重一些內在的意思 或者是我希望我真的 給這個故事去帶著 其實其他之旅 詞語詐寫法 比較簡單 不會用很多 很特別的形容詞 去形容一件事 很平實的 所以這樣才會令到故事 你不會看得到 其實他還是用回 當中的人的意念 當中的國家本身的法例 所以引申的東西 他不是很詳細描寫過國家 而說回裡面的東西 你見到國家裡面的人 他都沒有名字 沒有什麼特別的角色 反而還欺負那個國家發生的社會 或者事件 沒有什麼事 因為大體上 其實大部分國家都好像死了 只有一兩個人的國家 重點不是國家 而是裡面所發生的 意識形態 和意識形態裡面的衝突 你可以說 這個可能是 你說作者 他自己本身 有旅行的經驗 其實他自己也 還有他自己本身 擅長這方面 你究竟看見 他之後還有另一套作品 其實文筆上 這篇也是進步了 但是 他也不是不擅長 去做一些 長篇的故事連載 你會看到 雖然 你可以說 不及很多 擅長寫長篇的 輕少女家出色 但是 這種是他的風格 我只可以說是 是啊 如果是說另一篇 可能是阿里亞系列 那裡就是 一個比較簡單的 冒險故事 你不會有很深入 不會有很大長篇 很多冒險的東西 其實我記錯 大概是 阿里亞就是 一個石板 裡面形容 一個描述的情景 可以停止國家兩個戰爭 其實這些東西 不是很複雜的 其實 老實說 我可以說 很多 不要說 就算 跳開 都不屬於 一定是輕少女範疇 所有故事 其實最終 很簡單 就是 起承轉合 你轉了幾多東西 我簡單來說 我們就算 魔法那麼酸目羅 他多複雜 他也是有一個核心 他到底想做什麼 或者 你出到現在 簡直是大災難 勇玩套 玩到很多不同的變化出來 你最終目標都是一個 中途轉裡面 需要搞到讀者 覺得很龐大 我只是龐大都練 作者不解釋我就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未必需要這件事 有時候 我反而覺得這樣是一個負類 基本就是變得簡單 其實原有他的寫作方法 都是那些簡單的寫作方法 時宇澤不是那些 描寫一些東西 很深入的 用很多名詞 描寫他一樣東西 那些人 其實我重觀 奇樂之旅之後 大家記不記得 有哪一套小說 有類似的寫作手法 跟這套奇樂之旅 是相似的 我自己是沒有看過的 但如果說類似的寫法 即是說人心 用短篇故事去說 可能是死神的歌謠 但我沒有看過這個 所以很難詳細評論 死神的歌謠 都可以是 其實都可以算 不過就是轉了少少 形式上的東西 而且 應該的情況都是類似的 是不是治療是偏多呢 故事那種成分 原素那些 有部份 其實應該說 初期某些故事 會變成一個人的心路歷程 一個重大的改變 至不至於 我覺得很高人 這個方面 我覺得 我也不敢作出太大的評論 決定他是不是 總之 故事情節裏面 他以人出發 你說和奇樂之旅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 他會很著重描寫 裏面當中的人物的心路歷程 而奇樂之旅 相反就是 用劇情故事去說這件事 兩者有這樣的差別 我都怕說爆了 其實 年奇樂之旅 你一看 我反而想起 中國古典的一部小說 叫做鏡花園 是清代理與真寫的 他們兩個都是新郎的地方 都是一個 以主人工出去旅行的地方 去過一些奇怪的國家 例如 君子國 女兒國 福克國 我知道你的地方 福克國 我不要記得 因為我太久看過 總之 形式不同的國家 好像千奇百怪 可能隨時怪奇樂之旅 因為奇樂之旅最怪都是人類 但是鏡花園出的國家 其實不是人類 有些國家的人 牆是直的 你不要理解消化系統 那些牆是直的 可以 看到肚子有些密碎 千奇百怪都可以 相反來說 其實鏡花園的文字 當然李宇珍是文人 他寫出來的文字 一定比奇樂之旅 還有這方面 李宇珍學會說 他可以特意為一個國家 去設立一套語言 因為他本身 李宇珍是音韻學 如果大家 中文是讀音韻學 星分 他會研究鏡花園 鏡花園 李宇珍會為一個國家 裏面的人 會設立一套語言 或者是音韻的標準 特意為一個國家感性 但其他知道 這些還未有 當然 複雜複雜的好 簡單又簡單的好 大家 你很難比較 誰說好 但我覺得 李宇珍說 你看的話 你不可以跟鏡花園 做參考 對照 但是 我懷疑你真的會 看同一個故事 所以 有一個構思 我看過很多作品 太過強烈的感情投入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 強制令到我要有那種情緒 看我才會有感覺 但你說 其樂之類的這種 簡單的問題 因為他不會有 過份的感情投射 所以就算我無聊看的 開心時候看的 或者是心情不太好 其實 感覺都是不同的 應該是接近中立 那種 平鋪直聚之餘 所以 你不會有特地的一個關框給了你 好像有什麼激昂的劇情 他不會刺激到你 有什麼緊張的追看下去 心情他沒有 其實很少 有一兩篇 很少 最後說回 其實我看到 有中文版在第十三集 日文版剛出到第十四集 講到四月十週年 這就是後話 我在第十三集 其實我是有少少失望 我看第十三集 因為裡面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講到 就是這個書本 講到 那些人 講到 因為 那些書裡 會有什麼 暴力場景 之外 那些東西會 教壞小孩 所以就要消滅 那些書 那些東西 這個很明顯 是說 日本的明成年法例 那些東西 這個固然 其實這個東西 很明顯 在諷刺 一些人 將一些作品 當成 會教壞人 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但我不喜歡 因為 實在是太直白去說 那些東西 如果這樣聽 我會覺得 那些作者有心 寫下去 就是他有情感 這方面 他有主觀性 因為他很直白地說 這件事是愚蠢的 就沒有了 其樂之外 那種 下觀的特性 引人反思 那種特性 好像有些 雪教意味一變 我覺得 那我又覺得 你有諷刺 看回第一集 第一集 那裡多數是 表決之國 那些人說投票 他不會很 他不會很 直白地說出 這件事 已經很愚蠢 即是他不會對於 這個國家的投票 暫時可以反對 但你那個書裡面 那個國家 你好像已經是 把它否定了 我覺得這樣 這個已經失去其樂的風格 一篇故事就會 我覺得 很可惜 那其實 以其樂之外 每一集 他都要不斷 一些社會的事 一些社會的情況 插進去 總會有記憶 因為始終這個社會 其實問題複雜很多 但是 其實都是 有記憶 那他不斷 每一集都這樣說 其實很快都用光了 我不是說用小問題 其實應該說 這些是要有 作者有所感受 然後他才可以 因為對一件事件有所感受 而反思到一些問題出來 他才會寫到一個 這樣的故事出來 而你亦都看到 為何之後越來越慢 其實應該說 作者 人生是需要去感受的 其實想不到 這些不是強行想出來的 這些問題不是強行想出來的 其實 其實要說回 為何越來越慢 其實我只知道 去到後期 已經變成一年出一本 10月10日出一本 有沒有記錯 總之10月幾日 不要很穩定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變成故事 有一年 有半年出去旅行 然後半年回來寫一些 他有其他小消息 他有其他小消息 真的是 這樣 不過其實說真的 我是覺得 去到後期 去到第10集 尤其明顯就是 歌姬之國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真的很 他在說 那個人 每次幸運 所以 就不用被奇諾射殺 於是 九個歌姬公主走 那個故事 是很拖 其實 奇諾 因為一些事 射不死 於是 他就走了 好像 去了三四次 重複 然後我覺得 你想怎樣 你不用這樣 說Beginness 你不用這樣 因為他有型 奇諾喜歡了他 特地射失 已經是老寶 這個已經是老寶 你不會因為這個故事 他不行 而你會覺得下一個故事 不行 那倒是 這個故事 是逐個逐個來看的 故事沒有連貫成 所以 我覺得是一種不錯的 其實 如果我看了 輕少少一段時間 這本絕對 是在我頭三位置列的 嘩 你頭三位置 是哪一本來的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之後 那兩本是甚麼 我們等到 我們等到 最後其實 我們還有一個 FUNNY的問題 要探討一下 就是 究竟 奇諾是一個 其實很有前瞻性的 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都經常用的 前瞻性 究竟是男還是女呢 其實 我看消息的時候 我以為是男來的 我發現不對了 好像是女來的 然後 都不錯啊 藝良不錯啊 我更加前瞻性的說法 黑星紅白的 滑雜畫風格 是越畫越羅里 所以覺得她是女 開頭是中性的 你看到 我開頭以為是男 你有沒有看這幾個 你三點越畫越羅 那就是女一不是 所以不是說她有田椰性嗎 真的 我開頭是因為 在那時候 其實 當然 你說 十二歲的年輕 身材 十歲 沒有身材 很正常 有身材才是 喂 年輕人也沒有身材 剛剛八歲女生已經發育了 我十二歲不發育 你沒有發育 你喝得一些中國奶粉多啊 不是啊 她還沒有做手術 所以不能發育 所以我覺得 開頭其實我是有這個疑惑的 我是有這個 究竟她是男還是女 這個問題 因為初期一定當她 我初期就看她是男 而初期故事裡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她是 有些人當她是男 有些人當她是女 這個劇 帶動的故事其實挺有趣的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保留一個神秘感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有人去到溫泉國就知道 你寫才算 溫泉國 殺必死 完全是草蛋 奇諾是一個很秘密的人 身世很神秘的 她的真名是一個花的名字 但讀少少的音 就會變成粗口的名字 總之她沒有特別詳細說 奇諾這個人怎樣 唯獨是奇諾 只是說的就是為什麼 會用了奇諾這個名字 只是在頭幾集裡面 交代了這件事 奇諾為何會出去旅行 大人之國的過去 就是說的 對 這個是 帶到之餘 還有一個反思 其實這一集 是很出實的 我覺得這一集 他帶到的故事之外 亦都反思到 所謂叫做 父母強加自己的意願 在自己的小朋友身上 這件事 其實是兩者從事帶動到 其實 這個短片故事老實講 一般正常 我看輕小說 都未必寫到這種級數 告訴你 有些劇情很難 對 我覺得這些東西 不要緊 正常是因為 他好看的地方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日後 希望可以介紹 多些不同的輕小說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